下面我们来关注佩洛西的战俘遇到袭击的摄影录像以司法部说法矛盾 众议院议长兰西·佩洛西的战俘保罗·佩洛西在旧金山家中遭受的可怕袭击 到底是谁给警察开的门仍然是个谜 针对大卫·德帕普的起诉书中说 响应保罗·佩洛西的911电话的警官瞧了前门 走进门口的两名警官激活了随身携带的摄像头 两名警官打开门看到佩洛西家的门厅 佩洛西先生穿着长衫 德帕普穿着短裤、跑鞋和运动衫 德帕普和佩洛西先生共同握着一把锤子 现在NBC报道称 一位看过录像的消息人士称 录像清楚地显示保罗·佩洛西打开了门 助理地区检察官艾利森·加布特·麦克伯 在11月1日的关于该案件的文件中写道 在接到最初的报警电话后不久 两名警官 科尔比·威尔姆斯和凯尔·卡格尼就对住所做出了回应 威尔姆斯暗响了门铃 被告指示佩洛西先生不要开门 但佩洛西先生用左手打开了门 旧金山第七检察官布鲁克·赞金斯办公室 在一项拘留德帕普的动议中也说 在10月28日早些时候 警察到佩洛西加州的家中后 保罗·佩洛西打开了门 到目前为止 旧金山当地的执法部门或司法部还没有公开声明 为什么对丹湾事件的各种叙述之间存在如此多的差异 11月15日德帕普首次出现在联邦法院 但他对试图绑架联邦官员和袭击联邦官员家人的指控拒不认罪